第26题,沿着哪一个斜面滑至B点之动能最大? 这里我们只受到重力作用,它忽略所有的摩擦,因此会机械能守恒,动能加胃能等于定值。 所以我们在最高点的胃能没有动能,滑到最低点的时候就只有动能没有胃能。 而我们的东西的质量是一样的,人的体重是一样的,所以它的重力是一样的,重力胃能是一样的。 那么一种往下滑,所广换成的动能也是一样的,所以这三题的动能都相同。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,沿着哪一个斜面滑至B点之动能最大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相同。